華氏新聞是接連出錯 引發爭議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昨天邀請NCC主委 陳耀祥專案報告 藍委是假急動員抗議 要求陳耀祥下臺 華氏嚴查撤照 陳耀祥則表示會依法處理 華氏昨天也召開臨時董事會 通過董事長陳玉秀的請辭案 並由董事鄭志龍 接任華氏董事長 藍委群起抗議 圍住NCC主委陳耀祥 痛麻NCC沒有公信力 還質疑華氏疑似幫農委會 進行網軍操作 要求陳耀祥下臺 華氏嚴查撤照 經過將近二十分鐘的抗議 陳耀祥得已上臺專案報告 不過藍委質詢時 持續就華氏內控出問題 追問要比較中天電視案處理嗎 內控失靈 是不是符合撤照的標準 由於華氏二十八號召開臨時董事會 會中決議同意華氏董事長陳玉秀的請辭案 並由董事鄭志龍接任董事長 而華氏代理總經理陳雅玲請辭總經理一案 將另行召開會議決議新任人選 不過董事邱嘉儀質疑程序不對 和三名公事董事共同發布聲明表示 應該儘速召開公事臨時董事會 選出的華氏董事長應該經過公事董事會的認可 在此之前不應該進行總經理的選任 文化部並沒有介入臨時董事會什麼時候開始開會 或者是介入誰要當董事長 誰要當總經理 你們尊重董事臨時董事會的臨時董事的決定 基本上對 人事權跟節目編主的部分會是尊重他 由於華氏跑馬疏失引發的爭議 檢方將潮災防法偵辦 經委也申請自動調查 對此陳耀祥重申 全案一定會秉公依法處理 記者陳嘉欣 謝啟文 沙燕其無其昌 台北報導